想要与我们一战,倒也简单,只是,毕竟先有约定,要不然,谁知道这一战过后,你们又会出什么花招? 我们一言九鼎,尤其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岂会食言? 谁信呢? 你…… 他气恼地瞪着眼睛,他堂堂一位尊者,难道会说话不算数吗? 吃凤酒,当真是气人,既然想要战,那就要天地为正,我们才会与你们一战,要不然,免谈 他笑眯着眼中微弯,那眼底深处更是划过一抹算计 好,我…… 姐妹,我们若是赢了,要拜你们为师,但同样的,你们若是输了,也得拜我们为师 这…… 这……这……这真是荒唐…… 荒唐啊,哼,这明明就是很公平的一件事嘛,怎么说荒唐了呢? 再说,这不是还没比吗?你们就已经在怕了呀,既然这样,还跟我们比什么?直接让我们走不就得了? 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 两个生性正直的人,生生被他气得头顶冒烟,偏偏又找不出话来与他辩驳,要比就得学他们一样,输了拜赢的为师,要不然,就得让他们离开 这话听着没毛病啊,可是他们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? 完颜千华见此,朝凤九看了一眼,见他朝他一笑,这才放下心来,以他对凤九的了解,没有把握的事,他是不会去做的,既然这样,那就静观其变吧 宣言莫泽对于凤九的话,更是没有质疑,他的目光落在那两人的身上,见他们还在犹豫,便询问着 怎么,你们不敢? 哼,笑话,我们怎么可能不敢?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当着天地的面,今天我沐昕若是输了,便拜圣者为师,若有食言,天地同诛 我死缺也一样,若是输了,便拜圣者为师,若有食言,天地同诛 宣言莫泽与凤九相视一笑,两人也同时道 我宣言莫泽,此战若是败了,便拜圣者为师 若有食言,天地同诛